歌手电台,听腾格尔讲述。为何坚持唱最中国的民族音乐? 你来我往,虽不曾真正走到歌手身边。对他们说一声,喜欢你的歌很久了,加油。 但其实音乐和言语,已经让我们连接。 不占有内存空间,却填满你的心灵。每个周日,都会有一个歌手,来与你分享他他的故事。 向上滑动越览。大家好,我是歌手腾格尔,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歌手电台。 来到这个舞台,我选择天堂成为了我首场演唱的曲目。这是一首很像腾格尔的歌。 因为这首歌,很多人得以认识我,听到我的歌声,甚至还想走进我的家乡内蒙古,感受一下歌声里美丽壮阔的大草原。 我很感激这首歌能承载我对于家乡的这种情感,并被这么多人喜欢和传唱。 我一直也在关注这个节目,看着所有歌手能将自己的音乐理念展现在观众面前。 我也很感动,其实这个节目关注的不仅是歌手每次舞台上的表演,更是每场表演背后所有为此付出了努力的音乐人,以及所有音乐人对音乐不懈的追求。 我们所传达的,就是这一份难得的初心。 所以,我想将这一份初心通过天堂这首歌传达出来,实际上也是跟现在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一种情感上的交流,希望你们能感受到。 随着和这个节目的不断融合,我也想让大家更全方位地认识我,哎原来腾格尔还能唱这么多风格的歌,当然,更有责任带来属于中国真正民族的音乐。 现在是一个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,大家可以听到全世界最新的音乐,但与此同时,在全球音乐相互学习,进步的前提下,我更想将在这片土地上所孕育的最中国的音乐传唱给大家。 怀念战友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音乐作品,这首极富中国腔调的歌曲歌唱的是解放军战士之间的情感。 这首歌打动了好几代人,所以想在这个舞台演唱出来。 希望年轻一代的青年们也能感受到这份力量。 谢谢大家的收听,我是歌手腾格尔,祝各位晚安。 每个周日的夜晚,小哥和你一起,发觉给你感动的歌者之声。 发觉那些他们没有机会说给你听的心底之语。 你想听到更多歌手的声音出现在这个电台。 你也想跟歌手们分享你的故事,请点击关注小哥并找我留言。 你们每一次发声,我都当做了一份珍贵的大礼。 歌手电台,希望你喜欢。 感谢收听本期歌手电台。 我们下周再见。 我们下周再见。